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灿烂时光会客室 我是节目主持人管中想灿烂时光会客室 是由公民行动营记录资料库独立制作 我们透过任务的专访来大家 带大家去了解到一些正义性事件背后 我们要特别去关注的一些议题 特别是它跟政策法规会有一些很大的关联性 甚至有时候它跟文化是有很大的关系 我们有Podcast频道 YouTube频道 欢迎大家能够订阅收听收看 我们也期待大家可以透过捐款的方式来支持我们 因为独立媒体必须透过大家的捐款 我们才能够真正的独立才能够走得更远更好 然后做更多好的报导跟深度的讨论 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来到的是 我们的好朋友君杰的办公室 那为什么要来到君杰的办公室 当然是有原因 因为君杰前一阵子在台北要去开一个会议的时候 不小心跌倒 那待会我们会请君杰来跟我们想 为什么会有发生跌倒这件事情 但是因为从君杰跌倒这件事情 我们其实也会想到君杰本身是一个障碍者 他要在行动交通上面是有很多的不便 不便不见得是他身体的不便而已 是因为我们整个的空间设计是很不方便的 可是问题是如果你是所谓的正常人 恐怕你也会有很多的在交通上面不方便 甚至是危险的这种可能性 所以在台湾又被称为叫做行人地狱 所以最近这几个月呢 因为有一些这个包括孕妇被撞到 或是有很多死亡车祸的事情陆续发生 反复我们政府开始比较关心这件事情 例如说他会要求这个汽车经过这个斑马线的时候 他应该要离让行人等等 可是这似乎不是一个政策法规的问题而已 它可能也是一个整个对人的尊重 对人的文化的一个问题 所以很多的朋友都在关心这件事情 因此在8月20号也就是我们今天节目播出的 这个当天呢 其实就有一个820环陆渔民的大游行 在进行在这个正在表达他们的诉求 所以今天节目呢 我们就邀请了两位来宾 一位是这个我们的老朋友 这个台湾身心障碍者自立生活联盟的理事长林俊杰 俊杰好 主持人好 还有各位观众大家好 对我第一次把你的名称念的那么长 真的很长 然后另外一位是这个820环陆渔民大游行的主要筹备人之一 乙贤 乙贤好 关老师好 大家好 嗯 谢谢两位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来跟我们分享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议题 因为我觉得这个议题 在台湾常常被蓝绿给绑架 那蓝跟绿有它不同的政治的主张 或是有它的关注的议题 但是我觉得一个成熟的公民社会 是公民社会能够去主导议题 那这个议题我就觉得是台湾在民主的过程当中非常重要 因为它跟每个人生活是有关 所以民主就是要从我们日常生活开始关心起 所以我其实很期待看到这一场游行的这样的一个开始 不过虽然很期待看到这场游行 看到军节发生的意外还是浪加很心疼 所以你在六月初再去这个中央联合办公室大楼那边开会 然后你跌倒了摔伤而且还骨折 可以告诉我们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吗 其实我是经过那里 然后我原本应该要走外围的道路 就是人行道 失去的人行道 然后我要到台大国际会议中心去开CRPD 就是身心障碍全体公约的会议 那为什么我没有走外面的人行道 因为我知道那条路非常难走 所以我选择了就是捷径 从那个联合办公大楼 就是想说走捷径会比较顺畅的东西也比较安全 然后可以比较快的到达那个国际会议中心 对 可是没想到反而就在那边跌倒了 因为我的跌倒原因是在于 我在那个联合办公大我旁边的那个人行道 他要就是他旁边有个车道 那当我要过去走的时候 其实是有个台阶 但因为那个地方并没有一个色差 或者是一个警示的一个提醒设施 我以为是全屏的平路 所以我轮椅就直接支支开 然后我就从台阶上面摔下去了 而且我后来有看监视录影器 它其实是飞出去的 你说你自己也是飞出去的 对 就扑街的概念 对 所以摔到骨折 对 就是我自己的本身障碍是 尘骨不全症 那其实我骨骼比一般人更 脆弱 对 脆弱 那摔的时候 其实后来去照X光就是左手断掉 然后脚焰多个地方骨折这样 所以你觉得那个人行道 对吧 它应该是有这个高地差的 应该是用色差或是用警示的标志 它应该要有 我觉得因为如果没有的话 就会造成我这样的一个误判 或者是其实一般人走路的话 像最近一直下雨 那个其实雨天或者是天色暗 阴暗的时候 其实很容易就以为它是平的 会踩空 所以我觉得不会是我一个人的问题 因为我很多轮影的朋友 也有因为这样的状况 在不同的地方跌倒过 所以我想说也希望这次的事件 能够呼吁吧 或者是我们能够推动法令 让这个安全能够 因为其实现在法规并没有非常明确的规定 所以我希望能够透过修法 还有一些推动 能够让大家注重这个问题 你例如说现在高低差或是色差 高低差的标示 或是用颜色去做标示 或是用路牌标示的 这样的一种做法 在附前的法规并没有明确的规定 所以就算你跌倒 它可能也没有违法的问题 应该是说我跌倒的地方 比较特别 它是所谓市区道路 市区人行道之外的规范 市区人行道它是有规范的 但我是属于建筑物的基地 那个基地它其实是没有一个明确的法规 说有高低差就必须要有一个提示 所以刚好也是抓漏 真的 对 这个问题就是 长久以来可能在法规里面 像我们有建筑技术规则 或相关的一些规定 那其实翻一翻 并没有针对那样的一个地区 地形去做规范 那我们之前有开公厅会 然后主管机关也承认 这是的确法律上的一个疏漏 未来希望可以推动这样子 这个是蛮有趣的 就是有趣不是说用你们来做除错 然后去做这个bug 然后牺牲你们 有趣不是这样子 是说这个道路规划 事实上它是符合某种的行政程序 甚至它可能也会经过立法院 有些法律 可是你会发现制定法律的人 或是制定法律的过程 它的思维可能不会有这个障碍者 或是这些不同的这种道路需求的人 他们的需求在里头 所以也会使得道路设计上面 可能会所谓的让挂号正常人 它的作为一种使用为主 甚至是在台湾很多是以车子为主 那当然我们可以看到 当然是人行道 坦白说啦 人行道如果是在一般的道路旁边 人行道都还算是比较平稳的 比较好走的 那除了这种人行道 或者刚刚谈到这高低差的问题 作为一个这个声障者 作为一个所谓的障碍者好了 你在这个台湾的道路上面的 在行动上面 最常遇到的一些障碍 一些困难是什么 其实我觉得我们的道路规划 其实也跟这次游行有一样目标 我是希望能够有系统性的一些规划 就不要因为你在不同的 不同的像 像我觉得内湖 内湖的 因为我朋友住内湖 那就觉得他们那边的道路非常难走 有的一些人行道 竟然是上得去下不来的 就觉得我自己以为在台北市 比较大条的路 应该其实都已经无障碍了 只是没想到在台北市 还是有很多地方 是没有整体的去改善 所以更不用讲外线市了 那我觉得第一个就是 我们要有一个系统性的规划 然后每一个主管机关要有一个串联 或者是就要有一个专责的机关 去处理各个大小不同的街道 或马路的一些问题 因为我每次在不同地方 遇到问题都要到疲于奔命的 去找不同的机关对话 那我觉得这样是一个蛮麻烦的 的确这个是一个很好很重要的 一个检讨的时间 那刚刚谈到这个高低差的问题 在一般的人行道上 我觉得是相对还好 可是骑楼就会很恐怖 就骑楼我觉得不是你们不能 不方便走 我觉得我们走有时候 什么时候跌倒 你都不知道 那我接下来就想要回来 请问你以前 就是说我们从这个均解的 这样的一个遭遇的过程当中 你怎么去看待这样的一个现象 那这个问题 它不会是一个障碍者的问题 像我刚刚谈到说 我们走在骑楼上面 都是一个非常危险 更何况 即使是人行道上面 它可能停满了车子 有时候我们还看到脚踏车 单车在上面这样子快速的移动 你怎么去看这样的一个现象 或者是一般的民众 在这个道路行走上面 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我觉得刚刚均解讲到的 他在工部门的基地 在建筑物的范围里面跌倒 这件事情 除了那边设计有问题之外 回过头来 我们可以问 他为什么要走那条路 所以均解刚刚讲 他是超了捷径 外面有一条人行道 可是他已经知道 那条人行道不好走 所以他才去走一个 他不熟悉 也不太知道 那边有没有任何法规 去规定的道路 所以回过头来 我们就是遇到两个问题 一个就是 在台北 除了大条的马路之外 小巷子里面 大部分是没有适合 轮营使用者使用的 舒服的人行道 所以缺乏人行设施 那有人行设施的地方 上面也是各种阻碍 对 所以我们可以问 如果你自己是一个 轮营使用者 你会比较想要走 平稳的柏油路 还是你会想要使用 台湾现在的人行道 管老师 如果你自己 想像你是轮营使用者的话 我自己常常想这个问题 那我如果是轮营使用者 我也不会去用 我绝对不会 然后我也常常 我自己现在租的房子 是在靠近市政府站的地方 那边算是 都市规划的非常 在台北来说 比较好的地方 也有很多老人 在那里被推轮椅 我很少看到他们被推轮椅 是推在旁边的人行道上面 大部分都还是推在车道上面 就是因为他们知道 上了去会下不来 或者是上面 会有各种阻碍 其实包括我们在走路的时候 有时候有人行道 或是有这个旗楼 我们还是会走在车道上面 更何况很多地方 连人行道跟旗楼都没有 是只有车道 对 所以整个人行路网的匮乏 顺畅的人行路网的匮乏 是台湾很严重的问题 一直没有面对 一直到最近 这一两年 行人地狱这个词 被注意到之后 才越来越多人去意识到 为什么没有市区内 人活动的地方的行人路网 这件事 这的确是非常非常重要 因为我们之前也会 一些道路的修缮 跟工部门有一些讨论 他说没办法 法规就是规定 这个多少道路的 多少米宽的道路 它才会设人行道 那如果不够的话 那当然就是以车道为主 那我听到这个回答的时候 我就会觉得很荒谬 就是那道路是只有为人 为这个车子设计的吗 还是道路还是要同时 也要为人去设计 还是到底谁是priority 谁是优先 所以我自己在上课的时候 有时候会谈到空间 谈到一些符号 谈到一些权利的问题的时候 我就会常会举例子 我会跟同学说 你有没有发现 我们的道路上面的路灯 几乎都是照在道路上面 可是明明道路上面 有人行道 你很少看到人行道上面 如果它有一个方向性的话 不太会去照到 这个人行道上头 可是所有的车子 都会有车灯 但是绝大多数的行人 他不会拿手电筒出去外面散步 所以你就会发现 就算有的话 其实光是那个照明的选择 你都会看到那个背后的 政治的思维 那个权力的思维 那个主体的思维 我觉得刚刚提到道路这件事 其实道路是一个 都市里面的公共空间 而且道路占了都市空间 很大的占比 那我们如果来看台湾的都市的话 它的很多公共空间 都是设计给道路 而道路里面的公共空间 全部都是给车辆 那这就被迫 让行人这个角色 在都市里面消失 因为行人是存在建筑物 跟车道中间的一种生物 当他离开他自己家 离开建筑物 就必须走到车道上的时候 他不会是一个舒服安全的行人 他就是一个被迫 与车撑到被歧视的道路难民 对 那缺乏这个公共空间 不只是行人 没有办法自在的存活 它也导致人跟人之间 他们有一个跳脱框架的互动 就是都市里陌生人 他是必须要有eye contact 在公共空间里面活动的eye contact 那这个也会让 我们常常讲 台湾是很有人情味的地方 可是我在欧洲旅游的时候 我走在他们人行道上面 我会发现陌生人跟陌生人之间 走在人行道上面很舒服的 可以去点个头 打个招呼 就你好 hello good day 这个就是公共空间存在的必要性 那当我们的生活 只是在建筑物 跟一个有轮子的铁笼子上面生活 我们是没有机会去跟陌生人互斗的 因为我们要顾自己的安全 为什么可能去顾着跟别人打招呼 对啊 是的 会很紧张啊 你在那个道路上很紧张 你都在看路 你看不到人的 行人跟行人之间 也看不到彼此 这是蛮有趣的一个观察 就是 从一个道路上面可以看到 这种公共空间的设计 在这个城市里面 人跟人之间的关系 我们都是一个不断在冒险 在游走 在快速移动 那但是其实旁边的景物 旁边的人 甚至有些好的店 我们可能都不会发现 因为我们根本 顾着生命安全都顾不了了 对 那今天下午的时候 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 是8月20号 在节目下午的时候 其实也有这个 一个发起的这个 还路渔民的这个大游行 那我想先这个 请君杰来讲一下 就是事实上 你们这个联盟 也有一些参与 也有包括开记者会等等 你们为什么会想要去参与 这个还路渔民的这个大游行 其实很多人都以为 是因为我跌倒参与 但其实我在跌倒之前 我们的联盟就 因为我们联盟在各地 县市都很多做了一个伙伴 这个问题一直存在很久了 所以我看到了这么棒的活动 然后我们也希望就是 我们障碍者 在自己的圈子里面 也希望让就是民众 更知道我们的需求 所以我觉得 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一起合作来发生 其实我们想到参加 没多久我就刚好 就跌倒了 对 就跌倒了 然后我觉得更有这个正当性 不能说注定你要去 这个场子 也没有 就更正当性 也会更用力的觉得 哇 这太重要了 然后 所以我们就紧密的合作 然后在讨论规划的过程 也因为我们的参与 所以我们在游行的 不管是舞台 或有无障碍的斜坡 我们申请手语翻译跟挺打 其实这无障碍不是只有 其实我刚刚讲的就是 我们讲比较是硬体 那我其实我也想讲的是 文化的一个部分 就是大家的意识也需要 就是政府有规划 有法令 但我们民众的整个文化跟认知 也要一起的配合 那像我们这次活动 就是因为障碍者一起参与 所以从活动里面 有无障碍的流动厕所 然后也有给手语听大 申请服务 让听障的聋人可以方便的来参与 然后仁义的使用者 也可以无障碍的上舞台去短讲这样子 这个也是我们一个很希望的愿景 就是在很多的政策里面真的 要有障碍者一起参与讨论 而不要用自己原本的想象 因为那个想象还是会有疏弱 疏弱或者是不太一样的一个状况 所以有一同参与设计政策 是我们最大的一个诉求这样子 因为我们障碍者 常常会被排在外面 这的确是蛮重要 因为其实刚刚谈到 那个所谓障碍的问题 不是只有道路 我记得几年前 我们的障碍者团体 也发起了一个游行 它的对象是文化部嘛 还有包括NCC 我们当时也有去做报导 例如说这个工部门 或是一些文化部门当中 他怎么去解决这个适上者 他可能除了这个空间 应该是一个无障碍空间 或是一个友善空间 适上者 我怎么去看 看这个所谓的作品 看这个艺术品 那在很多国家 会有很多的导览 或者是 我记得你们当时 去NCC抗议的时候 是因为在很多国家 包括台湾现在也有 就是我们用第二副频道 这个副频道当中 也会有所谓的 这个语言的描述 就是有时候我们 事实上是看不到 可是我可以听电视 我看不到 我可以听电视 所以这都是一个非常重要 你刚刚谈那个 我觉得还更重要的地方 就是你们的参与 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民主的过程 这个民主的过程 是在政策上面 可是就游行团体而言 我要回来问一下以前 就是什么样的一个 你们在游行上面的一些设置 什么样的一个是游行上面的主张 是因为君姐他们参加之后 你们突然讲 原来这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就把他们的一些主张跟想法 或是他们需求纳入到 这个游行的规划当中 游行的规划 刚刚君姐讲的那些 无障碍的硬体设施 其实都是因为有 他们这个协会的声音 我们才了解 他们的需求在那边 才去跟厂商定制了这些硬体的规格 那整个游行的诉求 从一开始障碍者就是 我们认为行人的一部分 障碍者跟行人 它不是分开的两个概念 它是同一个 那我们把障碍者的需求顾到了 行人的需求也顾到了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 一般我们自己觉得 我们是一个能够走路的正常的行人 可是我们同时也是障碍者 我们会在很多时候 突然可能脚受伤了 我们就要 我们就要 对 然后或者是 我现在没有小孩 但是我可以想像 我当了妈妈之后 我会想要推轮椅出去散步 那这个需求 它跟轮椅使用者的需求 是一模一样的 都是长辈 中风的人 对 台湾现在是高龄化的社会 那我不想要在我75岁之后 我被迫关在自己家里 因为外面的道路太危险了 所以我们所有的人都是障碍者 我们所有的人都是行人 所以在诉求里面 障碍者的 他们需要的通用设计 跟人因设计 人因工程的设计 要放在道路里面 这个一直都是很核心的 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回过头来 我们再请乙贤 同时也请君姐来跟我们谈谈看 这一次游行的诉求 主要有哪些 希望能够达到什么样的目的 我们政府有什么样的法令 跟这个政策需要再做调整呢 我们先休息一下 欢迎再次回到灿烂时光会客室 节目的现场 我是主持人管中长 灿烂时光会客室 是由公民行动营 记录资料库独立制作 我们透过任务的专访 来让大家更了解 在这个社会上中 有更多需要我们去关心的议题 让我们不是只有看热闹 还能够看门道 我们有YouTube频道 有Podcast频道 欢迎大家能够订阅收听收看 当然也欢迎您上公固的官网 或者是灿烂的粉专 来订阅我们的内容 那我们也有这个捐款的 这个相关的这个方法 在我们的萤幕上面 你就可以看得到 欢迎透过捐款的方式来支持我们 可以让我们走得更远更好 做更多更好的报道以及访问 今天在节目当中要跟大家谈的是 在我们节目播出的当天的下午 其实就有一场叫做820环路渔民 大游行的这样一个活动 那这个其实就是一个 所谓的交通临死亡 这个所谓的 一个让我们的交通环境 行人的安全能够更好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倡议的行动 那在节目当中 跟大家邀请到两位来宾 来跟我们一起讨论这个话题 一位是这个林君杰 是这个台湾身性障碍者自立联盟 自立生活联盟的理事长君杰好 另外一位是以前是这一次820环路渔民 大游行的主办筹备人之一 以前好 老师好 我们是早一点路 要不然你现在可能在现场 应该是非常的忙碌 或者是开始在那边张楼要 要怎么要收收尾的这样一个过程 所以我们就早一点来路 然后让我们的 虽然游行已经结束 但是我觉得这个诉求 这个这样的一个倡议还是要持续的进行 所以我们是不是请以前稍微跟我们讲一下 今天的这一场的游行的主要的诉求有哪些 我们一共有五大诉求 那第一个前面的三个诉求呢 是围绕着交通三一的概念 三一就是第一个工程 第二个是教育 第三个是执法 那第一个工程的部分 我们第一诉求是健全人行设施 第二个教育的部分 我们放在改革驾训 驾照考验 以及驾驶人管理的制度 那第三个 执法的部分呢 是我们希望执法单位 可以一起来维护人行道德畅通 那在下面一点比较长期的规划 也是立法院他们有承诺说 他们会在九月的时候优先排审的 台湾交通母法交通安全基本法 这个是第四个重建交通法制 那除了交通安全基本法 这个比较概念性的立法院的法律之外 在道路设计规范 我们也会希望他们统整出一个有强制力 而且更明确的 台湾的道路应该要怎么设计 的道路设计规范 那最后一个 但不是最不重要的 其实它是一个 这个游行的核心就是 台湾的临死亡愿景 Vision Zero 这个不是这次游行提出 这个在1997年瑞典 他们就由国会提出了 国家的交通政策方向 就是我们要达到交通临死亡愿景 所以会希望由行政院主导 去成立一个像 之前在疫情的时候的指挥中心 所以我们来看 现在每年有三千多人死亡 将近五十万个人受伤的道路 在交通上面就有三千多人死亡 每一年 每一年 然后有近五十万个人受伤 这个数字一直都没有降下来 甚至还有一直在升到的趋势 我们今年 就算我们的大众运输系统 好像越做越好 可是这个数字 竟然是没有下降 我对于前面那句话 也有一点顾虑 对就是在台北的捷运线盖好之后 可是其实我们的都市的车辆的行为 跟道路设计 并没有变 对而且整个 除了台北市中心之外 你到了新北 我们的发起人 就是在三重炉州 他自己也觉得那边的公共运输系统 不是很方便 对他来说 那更别说 除了台北新北之外的县市 你去台南 他们现在有TPAS 我自己觉得就算是免费的 我都不想做 为什么 我如果要在台南搭公车的话 一个观光客的身份 从火车站要到安平 我可能走路都还比搭公车还要快 一来公车的班次非常的少 它可能一到两个小时一班 二来它的路线并不是最直接的路线 可以到那边去 所以就迫使所有人离开了台北之后 都必须要用车辆或是机车来移动 这的确在我们相对之下 比较不是那么都会的地方 我们几乎都是开车 就是我讲的大众运输系统 是一个比较的概念 或是再跟相对比较过去来讲 我们是比较好 但是实际上面它的问题还是很多 那在我们 在像我们住家里 我们大概就是开车 那开车上面 其实对很多人其实是不方便的 所以这的确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君姐要帮我们做补充 对 就是对于大众运输工具的普及化 虽然已经慢慢的日新月异的改善 比如说像我们推广电动公车相关的 可是我觉得对于障碍者很大的困扰 就是也是还是回到人行道路的规划 如果我们的人行道路 并没有一个规划 比较统一的规格 或者是比较安全的一个范围的话 其实那个电动公车出现了 但它的斜坡板 它其实没有地方放置下来的 因为我们障碍者 特别是轮椅的障碍者 它会需要有一个空间 是放置那个斜坡板的地方 那现行的状况就是 会有很多的速冻变电箱 或者是很多的围停 然后在满满的行道上面 没有办法让我们的公车 能够有一个好的放置的状况 所以现在公车也许对大家来讲是普及化 可是对障碍者来讲是非常难达成的 因为对于实际也非常困扰 因为其实整个道路 没有规划完善的话 有无障碍的公车 但是还是没有办法使用 因为它不是只要公车 无障碍就好了 它需要环境的搭配 让这个公车好去行驶 然后放置斜坡板 然后障碍者也是安全安心的可以上去 有这样一个空间的道路 其实非常少 甚至你们要去搭公车就是一件艰难的事情 从家离开要到这个公车 但就算那个公车做得很好 就算那个捷运很重要 但是你到捷运站可能就很大分 例如说刚刚我们在有聊到的是 天桥跟地下道 那个就是一个 我不知道要怎么过 或者是说有些道路它其实比较宽 但是这个交通的秒数很短 那这个其实一般的长辈可能都要到中间有庇护导 甚至有时候它连庇护导都没有 那我不知道这个你们怎么过这样一个道路 对 所以我们就非常紧张的要过道路 就是像我们电动而已就比较快速 所以要开比较快 其实这样很危险 对那其实我们还是希望能够跟行人一样 是安全安心的这样一个概念 那刚刚老师提到那个 那个人行 红绿灯的部分 我想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我们有适当的朋友 就有跟我们说 就是在台湾的那个人行耗制 它给视障者无障碍的方式 就是有那个声音的辨识 然后会是用不同的动物 然后在台北 在北部的话 就会是某一些动物 代表是红灯跟绿灯 可是到了南部是反过来的 就是在台北的红灯 就是没有障碍者的参与 这不是很地域吗 对 就是你到南部的某个县市 在台北的那个绿灯可能变红灯了 然后红灯就倒过来 这就也是透过跟障碍伙伴 去来讨论这些议题的时候 才发现原来有这么多些不知道 即便我们自己是障碍者 但我是肢体障碍 他是视障 对 所以光我们这么close的族群社群 都还有这样很多的一些细节 都要了解 那更何况我们再制定法规 拜托 那那个红灯跟绿灯 这样整个反过来 还是整个很恐怖的一个事情 所以我们在这诉求裡面 其实刚刚联盟讲的这个部分 我们非常认同之外 我们特别也会希望 在这些的参与跟规划 一定还是要有障碍者 而且不是一两个一个形式的参与 我们现在最常工部门做的部分 行政机关最常做的部分就是 有会议请障碍者来签到 然后代表 对 然後可能一两个 可是里面可能十几个里面 只有一两个障碍者 那你要在决策的时候 我们还是没有办法 照我们的希望去做讨论跟决策 对 像这种细节 如果没有当事人参与 真的整个交通会搭乱 所以这一次的整个的 刚刚谈到要过马路 上次要过马路 天桥地下道 或者是那个红绿灯的描述 也是在这一次的规划裡面 想要去解决的一些问题 对 而且刚刚讲到的很多东西 它回过头来 都在我们的诉求里面的 其中一个 它是一个核心 那那个诉求就是 我们第一个诉求 健全人行设施的第三点 叫做道路瘦身减车速 那道路瘦身它 也不是一个新的概念 它在英文叫road diet 就是道路太胖了 我们要帮它减肥 那减肥除了缩小车道宽度之外 还有缩减车道数量 那我们这一次 主要还是针对车道宽度 台湾有一些市区道路 它上面速线是写30 可是它的宽度比高速公路还要宽 那我觉得设计它的核心 道路设计的核心 是要用来引导使用者的行为的 过去我们只改道路 柏油路上面的油漆跟插几根 速线标志 这个方法已经证明是没有用的 如果你把道路设计的那么宽 你就是引诱任何人去犯罪 引诱任何人去开很快 那如果我们把道路缩到很刚好的宽度 速线50就是这样的宽度 速线30是这样宽度 遇到人行道 行人穿越道 我们想要让车子慢下来的时候 我们再让它用各种物理 实体方式阻隔 让它更窄一点 车子就会自然而然慢下来 那这个概念 速线30的减速概念 也是欧洲他们各个城市 在实施临死亡愿景 很核心的一件事 速线30是指特定区域吧 因为例如说我们很多不同的道路 它的这个功能不同 或是它卫视不同 应该都不会是一个速线30 所以我们有所谓的主要道路 制要道路 服务道路 可是在市区有人经过的地方 路幅没有到需要那么宽 二线道的地方 那它就很适合做速线30 那您刚刚说的 它是在特定地方 一开始他们在欧洲也会设置很多 叫做交通宁静区 交通宁静区就是住宅区 小朋友的学校的地方 或是银法族活动比较多的地方 在那个地方让车速减到30以下 可是在很多城市 他们慢慢的把这个交通宁静区扩大 所以除了主要道路 次要道路之外 整个大的市区都是速线30的 那他们在交通零死亡的概念里面 并不是要去减少碰撞 就碰撞人类不可能是完美的机器人 所以他们已经预设可能会有碰撞发生 不管我们的驾驶训练再怎么好 但是它冲击不会那么大 但是他们做了研究 发现速线30 你撞到人 人的死亡率是10% 可是速线到了50之后 车速到50 撞到人的死亡率就高达85% 所以在人活动的地方 人是主体 那如果有车和腰中用这个人 如果被撞到 人也不应该就这样死掉 所以这个是临死亡率子里面很核心的概念 这些的诉求蛮多都还蛮重要 或者是他对台湾可能都还是一个蛮新的观念 这可能得要慢慢的 比如说速线30对开车的人 可能对我来讲 那我要怎么办 我想可能会有一些冲击 或是一个调整的地方 这个当然是一个 但是我觉得那是一个很重要的方向 因为这个道路应该是以人为主 然后对人的尊重 这是一个最起码的 但是刚刚就我们谈到的 很多时候我们的道路设计都不是以人为主 而是以车子为主 我觉得这有点本末倒置 那这次的诉求里面 我觉得一个也觉得蛮有趣的 就是一个是要改善这个驾照的考核的这种方法 那现在考驾照有什么问题吗 就是我们不就是去读读书 然后去比试 然后去录考 然后不是就有了驾照了吗 那为什么这个驾照的考核的方式 现在是要改善的 我想要针对上一个问题 再补充简单的两点就是 然后等一下我会继续讲驾照的事情 刚刚讲那个车道寿生 就是速线30的核心是车道寿生 它也解决掉了斑马线过场的问题 当我们把车道缩小 我们有多的空间来做人行道 那行人或是任何障碍者 他在穿过车道把自己暴露在车道的时间 就会减少 所以这个也是很直接回答到 刚刚君姐提到的那个问题 那我来讲一下我们这家驾照的问题 我是在大概20年前考驾照的 考驾照的当天 我连方向灯的开关在哪里 我都不知道 但是我在当天5分钟之后很成功的 考上了驾照 那考上了驾照之后 我的家人想要帮助我在真正的道路上练习 很困难 不只是困难 我的家人 当时有四个家人坐在我车上 大家都很大胆 但是我在那个道路 因为一个过弯 我速度没抓好 我本来要踩煞车的 我踩了油门 差一点我把我全家都杀了 所以我们在这次游行里面讲到 台湾的这个交通的乱象 或是行人地域 其实它不只是对行人地域 它对于汽车 对于机车 对于所有的用路人来说都是地域 很少有人在台湾觉得他开车开得很开心的 或是是很顺的 所以它是一个 我们后来把这个东西 去想要让大众更知道 它是一个系统性的交通暴力 而我也是这个系统性交通暴力的一部分 因为我透过这个系统拿到了一张驾照 我也有开车的权利 我也有了伤害人的权利 那这个驾照有什么问题呢 我们先来看一个 比较有安全驾驶人培训的国家 它的驾训的过程会怎么样 就以英国为例好了 英国的驾照是在世界上出了名的难考 但是他们的驾训制度 从第一天开始 就是由教练到你家去接你 从第一秒开始 就是在实际的道路上面直接训练 那他们在每个人平均50个小时的驾训的过程中 教练不断的去帮他们内化所有的安驾能力 他不是说我考试要考这个 所以他不会想说你看到什么东西要左三圈 一圈半或是一圈 然后就把公司背一背就可以过了 那甚至有时候在考驾的时候 考驾照的时候教练在旁边 或是那些监管在旁边 他会偷偷的暗示你 他没有这种事情 绝对不可能 因为他们的考照路线都是不可预期的 你不会知道说 他们的考照的时候是40分钟的驾驶 然后教练会跟你说 好请你现在右转 请你现在做什么事 同时你还要观察不同的路况 跟不同的路行 你要身为驾驶要做的事 那我举一个跟行人比较有关系的一个驾驶训练 是他们在遇到斑马线或是行人 英国其实有六种行人穿越道 有不同的路 可是他们会练习 我看到行人穿越道 驾驶应该要做什么动作 那行人穿越道旁边有行人 我又要有什么技巧 这个是一个可以训练的 在一个英国的驾驶拿到驾照之前 他已经练习这件事情 可能练习了1000次 那我们问一下 所有台湾拿到驾照的 现在有持有驾照驾驶人 光是这个行为 考题有 考题有 那我们都已经知道了 就是人类的行为 它是必须要去训练去学习的 所以 录考的时候也有 好像也有这样的 必须要停下来 就是有红灯去的 对 就一两次 但是不是一个内化 你刚刚谈得非常重要 内化到 我就在这个空间里面 我要做一些事情 我应该怎么样的反应 不是我在想怎么样的反应 是我在考试的之前 我就已经学会了怎么样的反应 就是有内化 可是我们尝试一个比试 然后考试的时候 其实教练通常被 教练背口诀 那或者是你口诀背很好 但是你其实实际道路驾驶 也都是固定的路线 那其实也不会有刚刚谈到 比较不会有内化的过程 所以它就会出现的是 我为什么要离让行人 但是你离让行人这件事情 早就在你在练 这个考驾照的过程上 就练了伤尖词了 而且像不只是离让行人 我们现在看到很多驾驶 在斑马线上撞到行人 所有的媒体都会很直接的 把它跟所谓的A柱做连接 那我们就会想要问 难道其他国家的车都没有A柱吗 全世界只有台湾的车长都不一样吗 那如果我们已经知道 有A柱这个东西的话 去克服A柱所造成的死角 不就是驾驶人的义务跟责任 以及道路设计 不就是要尽可能的去避免 车辆的死角 那我们在这两个地方 教育以及工程 全部都失败了 才会导致现在所谓的行人地域 跟所有人的地域 我相信我作为一个所有的台湾的汽车驾驶 即使你不走路 你也不会想要出门就撞到别人 那对你来说也是一个一辈子的伤害 就包括斑马线要怎么划 然后黄线要怎么弄 然后什么时候车道要缩减 或是什么时候人行道要设置 事实上它虽然有规则 但是它常常都是乱七八糟的 所以其实每一次出来 你到不同的县市它有不同的逻辑 然后它就有一个不同的危险的存在 可是那回过头来可能会涉及到 是整个台湾空间的问题 就是例如说你们可能提到说 我们要取缔这个人行道上面的机车 那但是人行道上的机车 我就没有地方摆车子啊 那要不然我要停哪里呢 这个好像我们常常在想说取缔为停 就是我们没有那么多停车阁 那同样的我们在做这种所谓的道路的安全的设计好 例如说有些地方它巷子就是比较小 它巷子大概就只有大概五米左右 那它怎么再去做一个人行道跟车道 这种所谓的区隔呢 所以它会不会是一个整体 整个台湾的这种道路规划都出了问题 整个空间设计都出了问题 是整个城乡发展都出了问题 我觉得它回过头来讲到一件事 就是我们的土地面积是有限的 我们的道路面积也是有限了 但是我们的人口不断在增长 那这些增长的人口 我们想要他们每一个人都拥有一台车 还是让他们不一定要有车 就能够在他们的居住地 甚至他们想要在这个岛内移动就可以移动 我想政府一直以来都没有很正视这个问题 然后也没有对于都市内的车辆的总数进行控管 那导致当车辆的数目多过于都市能够容纳的数目之后 我们就会看到很多围庭的状况 我觉得这个是根本的问题 那出现了这个问题之后 政府也没有政策再去对它的数量降低 那第二个我们的执法单位 一直以来对于围庭也是消极状况 有人检举了我再来处理 并没有人去积极的维护这个人行道的场头 所以这个过程也让台湾大部分的民众 会认为围庭不是一个问题 就是以我自己使用方面 我围庭我已经围庭了十几二十年了 为什么现在大家要这么在意这个 我又没有挡到任何人 但是事实上他没有想到是你就是挡到了 你在人行道上面你挡到了行人跟障碍者的通行 你在车道上你挡到了后面车子的通行 但这些围庭者如果他已经是惯性的围庭者 他心里会想的就是我又没有妨碍到任何人 这个有时候是整体的文化的问题 也许待会我们可以再稍微更谈多一点 就是例如说我们买东西我就要停到店门口 就是是懒嘛或者是说 每次都说一下下就好 对一下下就好 然后或者是说不是没有停车场 只是要走两百公尺 那我就不想要走 然后又下雨干嘛 那这有时候是一个规划的问题 有时候是刚刚提到习惯的问题 有时候是一个心态的问题 但他常常会是一个整体上面要做 这种所谓的共同讨论跟思考 这待会我们再谈这部分 但是如果回到那个共同讨论跟思考 我就会想到在这一次的相关的这些团体当中 也有这些货车司机 他们也会提到说 其实我们也很不方便 就是例如说 那有没有货车的这个专用的停车格 那如果没有这个停车格的话 那我们卸货要怎么卸货 然后他们要搬一大堆的东西啊 然后要跑到很多好远的地方 如果在很远的地方才能够停车 我刚刚讲说是懒对不对 可是这个可能是他们在工作上面 需要的一些问题 那这个怎么去做一些协调啊 其实这次是货车 他们在7月初还是6月底的时候 在交通部前面有一个抗议活动 但是他们是首先跳出来支持行人的 这次的行人路全大游行 因为他们也意识到了人行 尤其是实体人行道的完善 对于货车或是物流的司机 也是更安全更方便的 那为什么实体人行道对他们重要呢 因为其实过去有很多的新闻 是这些物流司机把车子围停在路边 那个路边可能就是路间或是车道上 那司机下车的时候 他被后面的摩托车给撞上了 那曾经就有司机这样子死亡 甚至有摩托车骑士这样子死亡 那货运司机如果他现在是 我们把车道瘦身之后 所有的宽度都来做人行道 那人行道他挖出一个货车停车湾之后 他在上下车的时候 他就是一个很好的庇护 那车子就会走到车道上 司机也可以停在一个有保护的停车湾里面 所以这是第一个他们以司机的身份 来停车的需求 可是我们也不要忘记货车司机或是物流司机 他们在工作的时候 有很大的一部分也是行人的身份 当他们下车了之后 要把他们的货物运送到店里的时候 可能他们这一条街上面有四五个店要送 那其实他们的行人的需求 就跟轮衣使用者需求是一样 他们推着那个轮子斜坡设计是怎么样 我上的去下不下的来 我不可能在这么多的店同一条路 一两百公尺三家要送 我停三个地方 现在他们被迫要这样做 因为他没有地方可以好好走 但是当我们把人行道 人行路往规划出来 停车空间规划出来 他其实整个工作的过程 权力跟安全都会被保障到 这也是为什么他们在这次 出来支持行人路权 而行人路权我们在他们抗议的时候 也到交通部去声援他们 因为我们在这方面的诉求是一致的 所以他其实就是一个共识 甚至刚刚谈到 汽车的驾驶怎么样有一个安全驾驶的环境 以及驾驶之前的一些该有的训练 都是一个整体的部分 所以就像你们在诉求里面 他应该是一个更高层次 例如说这个疫情指挥中心 或者他是一个跨部会 甚至他在整个观念上面要去做调整 不过回到那个观念的调整我都觉得蛮好奇 蛮有趣的 就是说我们从小到大都一大堆的交通安全的比赛 比包比赛 作文比赛 演讲比赛 或者是有很多的教育 那我们不是不懂这些交通安全 不是不懂这些交通规则 而是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的执行 或是我们不愿意真正的执行 你们怎么去看待这样一种现象 就是说君姐应该也有知道 参与过这样的一个比赛 或者知道这种比赛 就是会不会是一种观念的问题 会不会是一种人跟人之间彼此尊重的问题 就是说我要讲的是说法规政策很重要 空间的设计很重要 可是人跟人之间的态度 人跟人之间的尊重 会不会其实也是更重要的一个思考呢 对所以我常 我刚才讲说我们比较 刚刚提到的是硬体要怎么设置 法规要怎么去改或修 但我觉得还是要整体的一个社会的文化的形成 才能够整整的落实法令 要不然老实说法令就是最后一条防线 等到真正要拿法令来去 来去纠正的话已经来不及了 那我觉得我们就像刚刚讲的 考驾到我觉得我们好像比较 就是在读书或者是一些教育 都是在教室里面 然后有宣导或者是考试 但要怎么样落实 好像就是常常会有一个断轨的部分 但我在这次跌倒 因为我躺了一个多月嘛 那我在六月的时候好像有开始执行 就是离让行人这样的运动 然后我后来开个轮椅真正走出去以后 就发现真的有改变了 我觉得是有啦 我觉得是有感受的 因为每次车子要靠近的时候 我还是有一种雷达就觉得好紧张 就是有一种压迫感 可是它竟然离我很远 因为它会离让我 我就不用很敢 敢只要过马路或什么的 就是它也许是靠罚则或一个宣导 因为前面有很多的广告或宣导 FB也常常有 那我觉得就是有法则也有这样的一个宣导 这样两个一起去执行以后 然后慢慢的落实 的确在我最近的生活里面 可是有人跟我讲 除了北部又不一样 所以我还没有 真的喔 好对 那很好 因为我觉得又还没有太到别的地方 可是我真的 因为我在躺的 就关了一个多月 所以我特别可以感受到那个差异 出去的时候怎么感觉换了一个 换了一个国家 对 感觉好安心喔 然后还很开心的 不用就是有压迫感的过马路 所以君姐的想法是说 这种文化上面的问题 态度上面的问题可能 就是共同 同时还有一些政策法规 甚至某种的强制性 来协助这个完成 对 就是前这个宣导 可能刚开始 可能上半年一直宣导 然后对 刚刚讲的那个什么比赛 可能就是一个片段片段 可是也没有一个法令 的执行规范跟法则等等 我觉得要整套一起下来 你先怎么去看这件事情 我觉得还是回到 我们最开始谈的交通三一 这件事情 工程教育执法 而道路设计上面 整个交通改革 工程绝对是最重要的 刚刚管老师说 我们从小就有很多的交通安全教育 甚至比赛 为何仍然无法改善 那会不会就是因为 我们从小到大政府只把精力 花在对于弱势者的交通安全宣导 跟比赛上面 而没有实际的把他们的责任扛起来 做出好的道路设计 去要求驾驶人有一个好的驾训规划 所以我们的交通才没有办法改善 那我想要引用曾雅各 他是人本都市之母的一个 人本都市的一个传奇人物 他就讲到了好的都市设计 可以诱发出人性的良善的部分 所以当我的道路就是引导驾驶 再看到斑马线 他不得不慢下来的时候 这个时候他会知道 其实行人也是道路使用者的一部分 我必须尊重他们 可是我们回来看台湾的道路教育 台湾的道路设计跟工程的方面 他是在引发人类良善的那个部分 还是引发了所有人的劣根性 那如果是后者的话 这个是不是就是问题的根源 我们再多的教育宣导 我们画再多的海报 我小时候也画过海报 我也写过作文 我们写再多东西都没有用 我相信你把一个 其他国家的驾驶放到台湾 他也会跟台湾的驾驶差不多 他看到这么宽这么大的马路 他也会超速 他也会没有办法及时的注意到 斑马线的存在 因为我们的斑马线在道路上 他并不是很容易看得到的 对 所以我还是觉得文化这个东西 还有人的素养这个东西 它是一个养成的过程 它并不是一个本质上不能改变的东西 那当我们在道路设计上 以及在我们的教育上面 就去理解到人的行为 回到人因设计的部分 我想我们的道路可以往更多去引诱 人性良善那一面去发展 这的确是很重要 就是什么样的道路设计 就会引发出什么样的道路行为 所以我们常常在这个空间里面 会展现什么样的行为 跟这个空间是有关 例如说我们可能到某些的宿店里面 我们就突然间变文青 但某些的宿店 我们可能就是态度走 样貌可能都不太一样 所以那常常是一种空间设计 可是我们的空间设计 是不是人本的设计 就会是回到我们今天很谈的很重要的重点 最后一个问题我想要请教以前 就是说你们提出的这些诉求 那我想这也是一个 我觉得这是在台湾 它比较不会有太多什么蓝绿争议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公民的这种提出来诉求 那目前我们各个不同的政治的团体 不管是执政者也好 或是在野党也好 或是中央政府或是地方政府也好 他们的回应是怎么样 目前大家还是把整个交通的地域 尤其是行人的地域的地方 主折单位放到交通部上面 可是如果大家有看我们的诉求的话 光是在健全人型设施 它的主要的业务机关在政府里面 就有交通部 内政部营建署跟地方政府 那还有其他的项目 它又规则到不同的单位 我们这次游行还有一个 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台湾的交通相关部门 政府部门 他们的职责是非常的破碎化的 所以在市区道路里面 虽然我营建署定了这套规则 先不说这个规则合不合理 可是在各地方的政府 他们在执行的过程中是因地制宜的 那这种放飞自我的因地制宜 就会产生了很多死伤 然后另外一个破碎化的地方 就是在同样市区里面 如果这条路是省道的话 那就归交通部去管 可是如果是县道的话 它又是地方政府 而地方政府里面 如果是实体设施有关的 是归公务处管 但是跟标线只要是跟涂油漆有关的 是交通局 而且不是每一个县市的政府 都配有交通局的这样设施 所以我们的道路到底是谁在做 谁在画 那画出来之后是谁在检合 所以这种交通相关部门的职责破碎化 我们是希望能够透过交通安全基本法 以及有一个统一的道路设计规范 是对地方政府有强制力 以及最后一个检合的机制 来去让我们的道路更安全 让所有的人 所有的用路人都更安全 这个破碎化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现象 这不只是你刚刚谈到这种破碎化 事实上我们的都市计划 跟交通规划 它又是两条的走线 所以有时候你在道路开了 就是说以后会有多人潮 其实不是 你要跟你的整个都市计划是做配合 可是我们 这是一个常常是不相干的两件事情 所以回到你刚刚一开始的谈到数据 是什么样让他 更高层次的去谈这些问题 怎么样从政策法规 然后慢慢引导到一个所谓的好的人性 能够被引发出来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 一个诉求 就像我们刚刚谈到的 这场游行在8月20号结束 但是我想这个诉求 这些议题这些仗议都还没有结束 为什么 因为这跟我们所有的人都是有关系的 不管你是骑车开车或是行人 不管是所谓的一般挂号正常人 还是所谓的障碍者 不管你是什么样的障碍 这条道路都是让我们每个人 都应该在安全的走在 或是在这个路上 是可以好好开车好好行走 今天非常谢谢两位来接受访问 那我们希望这个议题大家可以持续的关心 我们下礼拜再会 拜拜